像你之前那样过什么形成的那种 现代的 就很好看 就那个人物的话是比较可爱的那种 李托托 对不对你怎么说 我是不会联想西域 我伤了你托 可爱比方的吗 你要知道就是在熟悉的人面前的话 就是比较可爱 那因为主演的作品一部又一部播出 越来越多的观众认识到你了吗 你觉得就是自己 有没有度过那个新人红利期 我理解的新人红利期 其实就是观众对于我的作品和角色的一个新鲜感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也一直在努力的突破 尝试自己就是没演过的角色 然后也是希望可以持续给大家带来新鲜感 那看到大家现在这么喜欢 涂山剑的心情有没有一些变化 其实我还是很开心的 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 我自己也还挺感动的 那你觉得艺人的辨识度和艺人的剧抗演 哪个比较重要呢 我觉得不冲突 我自己自己认为的 就是一个演员可以在不同的作品里 呈现不同角色的特质 这个比较重要 看到观众这么喜欢你这款冷脸帅哥 有没有考虑以后就酷酷的 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我就多拍咯 那那种平时的私服啊 表情管理啊会就稍微冷静一点吗 其实我现在的私服的话 大部分都是以舒适度为主的 就是怎么舒适怎么来 毕竟大部分时间会在片场嘛 古装也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厚嘛 所以行动什么的确实有的时候会不方便 你好喜欢戴帽子啊 戴帽子就是方便嘛 就是不是不洗头 是洗完头发了以后不想吹造型 直接戴个帽子 前段时间次度嗨6嘛 想知道你那个舞蹈跳战随了多久啊 三四遍吧 就是跟大家一起学的 舞蹈老师教了三四遍 没有 我觉得我可能在摸鱼了 我真的有点就是脑子跟上了 但是身体又跟不上 你们不是有那个月下他哥那场戏吗 那场戏真的没有 那场戏就是大家拍的时候就很开心 就自然而然的就跳了一下 自己发挥的 对 但是也是会有指导老师来教我们怎么跳 但是没想到大家可以开心成那个样子 就是在说群魔乱舞了 远看的时候 想知道以下哪种评论会让你看到的时候 稳定的情绪出现一丝波动 第一个是看了长江苏里的邓维 终于明白男生看甜妹是什么感觉了 不是甜妹是在指夜十七吗 对啊 就是男生看甜妹的感觉 就是女生看夜十七的感觉 我觉得夜十七应该不会开心的 我们明明是男生好吧 第二个是邓维你这张脸 我真的想多看几年 多看几年是几年啊 多看十几年 十几年 二十几年 不许推上一般这个十几千 可以 那还有第三个是邓维 更适合中国宝宝提示的贵王 我觉得说到这种评价的话 也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 我自己还很紧张